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已經來到我們祝朋節期的最後一天 聖經說最後一天是最大之日 是一個祭司求雨的日子 我們深深相信在這樣的一個季節 我們向主敞開 我們快速的來調整自己對準他 因為我們可能一整年已經走鐘的很厲害 你們都知道走鐘是什麼意思 走鐘就是不準 對嗎 走鐘 走鐘 就是常常講說這個人很走鐘 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已經不準 對不對 就是對不準 我們好像錶一樣越走越走就會走鐘 可是節起的時候是我們重新怎麼樣 調整我們的時間跟神永恆的時間表 來對準的一個時刻 那這一個 這一週我過來我們都談的是職場的議題 那這一堂我會跟大家一起思想一個主題叫做 所求於管家的 我們來看幾段經文 第一段是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另外都是在馬太的兩段經文 二十四章四十五節情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 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量給他們呢 二十五章二十一節情 主人說好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我們一起來禱告 父親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要你信託於我們 主要屬於你自己的產業 主要你是整個受造世界的主人 主要可是你願意立我們為管家 主要特別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環境 這個地球上面 主要我們就是一個經理人 主要我們就是一個經營者 主要你是業主主 主要可是你把產業分給了我們 主要讓我們能夠忠於所託 主要讓我們有一天能夠交葬 主要讓我們有一天聽見你可以對我們說 主要你是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見識的管家 主要可以交葬 而且可以享受主人的快樂 主要求你把這樣的信息 記印在我們的心中 主要讓我們一生是一個可以交葬的人生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耶穌的名 Amen 剛才保羅這句話他就說得很清楚 主要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怎麼樣有忠心 我相信我們在每一個不同的角色上都會被托付 有的時候在家庭裡面我們被信任被托付 有的時候我們在朋友中間我們被信任 我們被托付 更多的是我們在職場裡面我們被信任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被托付 所以這個忠心 在聖經裡面所說的忠心 其實我們放到今天來講呢 很多比較通俗的說法叫做誠信 或者是信用有沒有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信用 連你去辦信用卡有沒有 他都要查你的還款的紀錄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還款紀錄加 你就容易拿到卡片或者是貸款 就是你的信用好 那你到任何職場去應徵的時候 你們都知道在interview的時候 這個面試官他其實都會問幾個問題 其中有一個一定是會有這個陷阱 就是你為什麼離開你的上一個工作 哇 對不對 幾乎去面試的時候這一題一定會被問到 那為什麼呢 就是要看看你在上一個工作的表現 是什麼一個表現 如果你在上一個工作是被炒魷魚的話 那就要問說你為什麼會離開對不對 你為什麼會離開 有的人就渾然不知有沒有 就說因為我跟老闆吵架 因為怎樣怎樣 那就露餡對不對 那我當然不是說你要好像修飾這個東西答案 而是說其實你在前面的你的每一個表現 其實他都會延伸到你跌下去被托付的那個 被信任的那個程度 他一定會深深的受到影響 所以呢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小新聞 在講一個年輕人 他就他好像是一個銀行的業務 所以呢他就一天到晚就穿牛仔褲上班 所以他的這個長官就跟他說 我們這個領域是不適合穿牛仔褲上班 那他就很生氣 他很生氣後來又發生一些事情 他後來被請禮 他就在網路上大抱怨 就是說你知道現在很多人到網路上去討拍 意思就是說 我很那個 說他們居然怎麼怎麼樣 那有的時候他會被很多人支持的 那都是跟他同年齡差不多的 這個叫同溫層對不對 他就覺得哇 我很有理對不對 可是其實在不同溫層的人就會告訴他說 兄弟你知道嗎 你這樣表達的時候 你已經留下紀錄 你這樣來到任何一個場域去interview的時候 這個都會成為你不被信任的紀錄 所以呢其實我們被不被信任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生命中間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在第一件事情上可以被信託 可以被信任 然後我們是忠實的忠誠的完成了這個託付的時候 我們就有能力進到下一個託付去 為什麼 因為人們已經在我們的身上 看見我們有能力承擔這些事 那剛才馬太這個地方 他其實講到三件事情 一個叫做有忠心 這是我們剛才講的了 一個叫做有什麼 有見識 等一下我們就會來一起思想看看 什麼叫做有見識 然後他第三個說什麼 有什麼 有良善 所以呢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全部加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知道馬太就是主人要離去 他就分配這個仆人要來服侍 所以呢到最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主人一定回來結帳 一定回來結帳 就是你所有的責任都是別人托付你的 所以你將來一定要救你被托付的 要怎麼樣 要交帳 要交帳 人最大的試探就是被托付以後 就從此拿了雞毛當令箭 就是我最大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很抱歉不是 你的權品從誰而來 你就要向誰回報 就這麼簡單 在每一個人生的角色上都是這樣 你的被授權是從哪裡來 你將來就要向這一位做回報 如果是你的直屬長官 你就是要向他做回報 對不對 因為他還要在上面做回報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脫離的 你不能說我授權了 所以我去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有沒有那個小朋友進到公司有沒有 他被授權做A 可是他自己很想做什麼 做B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回報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做A 我們將來到上帝的面前也是一樣 上帝托你A 你就要回報A 你說我做了一堆B 我昨天也有講 上帝會說不好意思沒有記帳了 所以呢 你被授權什麼 你就是 所以要有中心 要有良善 還要有什麼 有見識 所以我們今天會從這三方面來看 那我要給大家看一個聖經中的例子 這個例子其實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在創世紀24章 這個真的是管家喔 他是誰的管家 他是亞伯拉罕的管家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 神在一切事上都赐福他 亞伯拉罕對管理他全業最老的仆人 有沒有 這就是大管家了 對不對 大管家了 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這個是一個很私密的動作 其實這是古代一個 啟示 就是他要他的老仆人向他 承諾 要做下面這件事情 請問這個托付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對主人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要叫你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事 不要為我兒子娶這 迦南地中的女子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為我兒子以撒娶一個什麼 妻子 那這個對亞伯拉罕來講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 因為迦南的女子呢 有他們的宗教信仰 異教的信仰 有他們的風俗 我們從後面的一些記載 就會看見 其實是不適宜的 所以亞伯拉罕 要他自己本族的女子 成為他兒子的妻子 仆人對他說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這地方來 我必須將你的兒子 帶回原初之地嗎 你看這個仆人 他也要把業務內容問得很清楚 如果要去談判的話 談判條件到什麼程度 OK 亞伯拉罕對他說 你要謹慎 不要帶我的兒子回那裡去 耶和華天上的主臣 帶領我離開富家和本族的地 對我說要向我啟示說 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所以呢 亞伯拉罕說 我們不能再走回頭路 因為現在這裡才是神的應許 才是神的產業 給我的產業 所以呢 他必猜遣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從那裡為我兒子娶一個妻子 坦白講亞伯拉罕也為他的仆人祝福 讓他的仆人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件事情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來 我使你起的事就與你無竿了 只是不可待我的兒子怎麼樣 回那裡去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認識一下 這一個大管家 他如何符合了我們剛才所說的三個 叫做什麼 有忠心 有良善 而且有什麼 有見識 我們首先看有良善 什麼叫做有良善 就是他對他被託付的這一個事情 有一個願意超越自己利益的想法 有一個願意超越自己利益的想法 我們先從這個管家來講好了 從這個管家來講 我們知道上帝其實跟亞伯拉罕說他會有後裔的時候 亞伯拉罕還沒有生出後裔之前 他說我沒有後裔 繼承我家業的是什麼 以利以謝 以利以謝很多人認為就是這個大管家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後裔對不對 那我沒有後裔來繼承我的產業 那就是誰 就是管我產業的這個人繼承的產業 所以非常多的解經家認為 他說的這個以利以謝 應該指的就是這個全業的老管家 那請問如果你是這個全業的老管家 你會希望怎麼樣 你會希望就沒有指示啊 有沒有 他沒有指示到最後繼承產業的就是誰 就是我啊 可是結果不但生了以斯瑪利 後來還生了誰 以煞 尤其是以煞 為什麼 因為以煞是長子的名分對不對 所以他是繼承什麼 家業的 所以以利以謝只能拿到工資 他沒有辦法成為業主 知道我意思嗎 他只能受僱 他只能服侍 他只能做工賺錢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所以呢 從某一個角度來 他怎麼去看以撒 知道我意思 他看以撒究竟看是 當然是主人對不對 可是會不會也是他利益的競爭者 瞭解我在講什麼 因此他需要看著以撒 而且現在是追求誰的利益 追求以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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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一件事情是 這個 我剛才講這段經文 就是 上世紀十五章這個地方 上帝跟亞伯蘭說 這個亞伯蘭抱怨說 我可能就是 以利以謝要繼承我的家業了 所以呢 他不但是超越自己的利益 他還追求什麼 別人的最大利益 現在兄姊姊妹 這個叫做有良善 我們在法律上會有一個 有詞會叫做善良管理人 你們有稍微搞一點這個東西了 就知道 叫善良管理人 意思就是說 當別人托付我的時候 我的那個承擔的責任 應該要到什麼程度 我才能夠叫做善良管理人 那很清楚 我們用最白話的方式就是說 我追求的不是我個人的利益 我要追求你的利益 比方說我講最簡單 比方說如果我是 投資的操作人 那我最大的利益是什麼 是你下單 我抽 我抽這個佣金 知道我意思嗎 我抽管理費有沒有 那我願意你多交易 對不對 這是我追求我的利益 可是如果我不是追求我的利益 我是追求你的利益 的話 那我的責任是什麼 我的責任是要幫你做好的投資管理 有點了解我在講什麼 這個中間是不是有差異 那我們今天再放到你自己 任何的一個辦公室的角色來講的話 同樣公司的利益跟你自己的利益 可能是不完全吻合的 你的最大利益就是 你可以拿到你該得的所有的獎金 或者是薪資或者是獎勵 這就是你的利益 懂懂我的意思嗎 當然有的時候你的利益 跟公司的利益是綁在一起的 可是有的時候不完全 可是你會發現你在這個角色上的時候 你就不是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是追求什麼 而是追求團隊的利益 這個中間如果萬一有所衝突的話 那你怎麼做選擇 你是選擇自己的利益 還是選擇團隊的利益 可是請你不要忘記 你現在是被托付追求誰的利益 團隊的利益 這個有一本書叫做《職場染實力》 它裡面就在講 他說這個作者 他說這個比方說A想要跟B做生意 所以A就來問說 因為你曾經跟B做生意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要不要跟他做生意 那這個作者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他會追求他的利益 超過追求你的利益 這個是很微妙的 比方說你在廠商上面 有上游有下游有沒有 在這個連鎖的這個過程中間 如果我只追求我自己公司的利益 還是我也顧慮到上游的 顧慮到下游的利益 這個中間就很微妙 那有的企業就是只顧我自己的利益 可是有的企業 他不但顧慮上游的利益 他也會顧慮什麼 就是我整個產業鏈 我會把大家共同的利益怎麼樣 考慮在裡面 那你會發現一個廠商曾經 只顧自己的利益 不顧別對手的利益 就是相對的那個公司的利益的時候 將來會減低其他人跟他怎麼樣 繼續做生意的這個動機 所以呢你就會發現什麼是良善 良善當然你在工作中間 你可以得著利益 你也應該得著利益 可是有的時候你可能要放下自己的利益 變成是什麼追求什麼 追求別人的利益 這個是良善 那在這個老仆人的身上 你就會發現 他的確是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沒有在想說 以薩這個小子他不生就是我 生了他就沒有我了 所以呢他放下了他所思想的 他怎麼樣他走了非常長的路 走了一個非常長的路 到了這個拿賀的城 基本上就是他從迦南地 我們這個地圖上有顯示這個箭頭 他走了從迦南地下面 一直走到哈蘭 然後再從哈蘭把這個利百家帶下來 請問他是不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 有沒有 他是不是付上了很大的代價 他是不是一個良善的管理人 知道意思嗎 他去完成主人的托付 他去追求誰的利益 追求亞伯拉罕的最大利益 他去追求以薩的什麼 最大利益 為什麼 因為他受託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第一個是有良善 第二個就叫做 這個是結論 第二個叫做有見識 什麼叫做有見識 這個老仆人的條件是什麼嗎 他說如果我到錦旁 有沒有 讓謝謝上帝讓我的這個 道路通達 我的主人也祝福我 我今天到了錦旁 你看他有列出那個 這個應聘資格 有沒有 他要找一個女子是什麼 有一個女子出來打水 說這個對哪一個女子說 請你把瓶裡的水給我喝 她若說你只管喝 還不夠 這個女子還要什麼 我把你的駱駝的水怎麼樣 都打滿 哇 這個工程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第一個如果他跟那個女子說 請你給我水喝 有的人是不給他水喝的 這個 中東水資源是非常珍貴的 所以他也可能不給他水喝 我的水 我好不容易辛苦打水 我不要給你喝 你是個陌生人 有沒有 我為什麼要給你水喝 可是他願意給 樂於分享 樂於接待 對不對 第二個 他沒有說請你幫我打駱駝的水 可是那個女人說什麼 我要來打駱駝的水 就是他很積極 很主動 非常積極 他願意走什麼 第二里路 他願意走第二里路 然後呢 你會發現 當他走第二里路的時候 他要有能力走在第二里路 很多姐經家就是說 哇 給駱駝打水 不曉得那個老婆人帶了多少駱駝 你知道嗎 而且駱駝的水量是什麼 很大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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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喝 為什麼因為他把他的駱駝風都充滿 所以他是 沙漠之州 所以他平常沒水喝 可是他碰到水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 好好的喝水 所以呢 那個體力要很足夠 請問這算不算專業的眼光 為什麼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 他娶了這一個太太 不只是一個太太 是一個祖母 知道意思嗎 就是將來要管理家業的 不能只在那邊沙漱子做少奶奶 所以呢 是要一個非常熱情 非常主動 非常款待 有沒有 非常願意幫助別人 願意他就有一個祖母的 如果你們去想一下真言三十一章的賢富論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殷勁 非常主動 非常熱情的一個女性 而不是說 看看有沒有 要不要給你水喝再看 你自己打啊 我瓶子水給你就已經不臭了 你駱駝自己打有沒有 所以呢 他說他定了很多條件耶 你看這個老先生 他一路上已經在想說 他這個應該是什麼 請問專業不專業 非常專業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管家 因為他自己是一個管家 他很知道管理家務 要有什麼特質 有沒有 所以他是不是 有專業的眼光 所以呢 他的專業眼光 他要求是什麼 熱情友善健康殷勤 有沒有 是一個非常主動的女人 為什麼這個女人 將來要做這個祖母的 那第二個呢 他是有非常專注的態度 這個專注的態度就牽涉到說 你會看見他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說我向耶和華低頭下拜 稱誦耶和華我主人的神 因為他把我帶帶帶 結果帶到什麼 我主人兄弟的孫女的這個家中 然後他馬上說 我們知道這個 拉班他們就一直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遲言要把利百家帶走 為什麼 因為說再住一天 有沒有 再住一天 那當然也顯示出來 這個家庭是很熱情寬淡 又是親族的家來的 那另外一個 他們是不是希望延遲那個利百家 離家的那個時間 有沒有 女兒要一嫁嫁那麼遠 有沒有多留幾天 可是我們這個老管家不要 他說 不要說什麼 吃什麼 喝什麼 你先告訴我 你要不要讓他去 知道的意思嗎 你知道有的人出差的時候 他的那個興趣是 去玩 有的人出差他很知道說 辦公才是什麼 還是首要的 所以這個老婆人他很清楚知道 他不是來那個 來觀光順道辦事 他是辦事怎麼樣 就是我只有這一件事 就是你讓我辦妥 我想也是因為年紀大了 希望早點回家 所以呢 他說no no no 都不要吃也不要喝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要把這件事情辦妥 你告訴我 你們願不願意 利百家願不願意 然後呢 這個 後來說願意了 願意了他們還要說多住幾天 老先生就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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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回去了 所以呢 你會發現 這個老婆人很重要的一個特質 他不但有專業的眼光 他還有什麼 專注的什麼態度 有見識 就是他有能力把這件事情辦好 他的能力足以 他不只是很忠誠 他也有能力把這個事情辦好 那第三個 我們就說 他是有忠心的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這個可信任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經文我們剛才已經讀了一次 就是 亞伯拉罕是多麼信任他呢 請問 亞伯拉罕能夠信任這個老婆人 是不是這個老婆人的一生的紀錄 都follow 這個 一直到亞伯拉罕能夠這樣信任他 所以是 可以信任的一個人 究竟在你的身上 別人看見你的時候 是覺得 你辦事我放心 還是你辦事我不放心 我剛才講的那本職場軟失禮 他裡面有講一件事情 他說其實 這個船都會有尾流 這個尾流呢就是 你可以跑到船最後面去看那個 最後的那個船會出來的一個水流 當然因為船經過 他會有一個尾流 他說如果你看到那個尾流是很順暢的話 就是表示這個船的機械是OK的 可是如果看到那個尾流是非常混亂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 這個船的機械是出問題的 他用這個來講人家在職場的事情 他說有些人呢 通常做事就會留一個尾巴 知道我意思嗎 那個尾巴有幾個可能 一個是沒有做完 要別人去幫他收拾殘局 有的時候是沒做好 你還要去當救火隊 有的時候不但沒做好還捅了簍子 有沒有 你還要去這個 所以呢你下面如果用一個人 你就會發現 你都是每次都要來幫他收尾 那的話你覺得這個人 在你心中是可托付的嗎 一定不可托付 一定不可托付 其實很多人會困難說 為什麼後來生沒有生我 為什麼這個 他才竟然沒有多久 他就上去了 請問為什麼 就是上面的人覺得可托付還是保護 就這麼簡單 很多人說最後生上去的那個人是什麼呢 最後人生上去的那個人 就是他已經用上面的人的思維 在看事情的人 他就會生上去 有的人會覺得說 他就在下面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為什麼他要抱怨 因為他說你看這個對我不方便 你看那個對我這個沒利益 你看這個我要更麻煩 有沒有 可是他沒有從上一層的眼光來看 有些東西他就是必須的 有些東西他必須 你暫時這個多承擔一點 可是是為了整個的整體利益會上去 所以有的人就是 永遠用下面的思維在思想 他不會用上面的人的事情 思考來思想問題的時候 這個人他就是沒有辦法有承擔 他就生不上去 最後要生的時候 那個主管他一定 如果他自己要往上生 他要把下面的人生上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的團隊裡面 有一個人已經用他的思維在看整個團隊 不是只計較自己的利益 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在訓練我的同工 我就一直跟他說 因為以前他們是平的 他們就會說他怎樣他怎樣 我後來就跟他說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計畫 就是我們有一個同工會 最後會起來承擔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現在不能用這種眼光看你的同工了 你要用我的眼光來看同工 你懂我意思嗎 你跟他平的時候 你就會complain他 你就會抱怨他 他多做他少做 你今天用我的眼光來看 你就會在想說 你要怎麼樣cover他遮蓋他 而且是訓練他 懂不懂我的意思 你看這個眼光不同 是完全的不同 我舉一個最小的例子好了 我最近有一個這個秘書同工 我們在禱告會完了之後 他就立刻拿那個簽單要我來簽 那個簽單是什麼 那個簽單就是 當天晚上的便當簽 你知道嗎 我禱告完了非常多的弟兄姊妹 是要來交通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為什麼現在要跟我簽便當簽 因為這是你的方便 你想趕快解案 不是我的方便 懂不懂我在講 最小的事情 請大家注意 很多的工作習慣就是這樣 所以後來等到禮拜五 我們office time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再想一想 因為我要教原則 不是一件事情而已 我就問他說 你想想看 這個簽單 是不是禮拜五早上你來找我簽 也是來得及的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禮拜五晚上找我簽 結果後來我去追一個人跑掉了 所以呢 就是我有一個事情要兩個人互相聯絡 就跑掉了 所以我說你用你的腦袋想就是你的方便 你要馬上簽掉 結案 有沒有 因為這是今天晚上的便當錢 可是請你想想看 對我而言那個便當錢大概是所有事情中間 最小的一件事情 可是對他來說很大 因為他要把它結掉 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我就問他說 我說現在是腦袋的問題 現在是腦袋的問題 所以我說如果你永遠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干擾 不是一個幫助 所以你要用我的方便來想事情 對不對 而不是用你的方便來想事情 我告訴你 有的人一生就是這樣工作的 就是用自己的方便想事情 不是用你所要提供服務的對象的角度來想事情 懂我在講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呢 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應該是我附和你的方便 還是你要來配合我的方便 我說我們兩個是這種關係的話 沒有誰比較偉大 知道我意思嗎 只是因為角色不同 對不對 他就說老師我應該配合你的方便 我說OK You get it 至少你的腦袋輸入這個事情 就是說你不能照著你的方便來做事 你必須照著你的長官的方便來做事 我這樣講大家有點了解嗎 你不要想這是很小的事情 我告訴很多人是這樣活了一輩子在工作 然後一直扛不然生不上去的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現在講得很根基 有的人一輩子就在這裡 然後他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人怎麼樣是可以 能夠被信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老管家一定是使命必達了一生 他一生都是使命必達 所以主人可以信任他 所以你會看見他的使命必達 那這個接下去我要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這個就是我在Good TV的一個影帶 這個新視野的影帶 我們會大家看十一分鐘 我們看前十一分鐘 OK請播放 就是我訪問一個姐妹 她是一個營養品公司的總經 我就是從這個管家的角度來跟她對談 直場新視野改變新觀點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喬美倫老師 歡迎大家一起收看我們直場新視野的節目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所求於管家的 管家這個概念不是好像是家庭管理 或者是一個大的一個家庭裡面的這個管家 事實上從聖經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基督徒都是大地的管家 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自己的工作職場的裡面 都要扮演好管家的職份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我們有一位訪客 我們的訪客是生達化學製藥端牆實業公司的 曾博香總經理 喬老師好還有各位觀眾來賓大家好 曾總經理工作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上司所倚重而且被下屬所愛戴的一位主管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專業經理人 您怎麼樣藉由您的專業能夠來完成整個公司的一個託付 來完成你自己的工作項目呢 我想其實一般大家都會講到底要具備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那我想如果簡單的說事實上財務行銷跟管理的專業 其實都是最基本的 財務行銷管理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幾年我是慢慢就是認知到就是說 我們自己其實是一個管家的位分的時候 事實上那個做起事情來那個驅動力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所謂的這個驅動力就是說你會看到的是你會看到是希望去 怎麼去建立這個公司的願景到底在哪裡 那這個會帶出來一個驅動的一個力量 那你在做事情的時候你看的不是只是短期的那個利益 那其實是一個長期的一個公司一個長期的一個發展的格局 那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就是說很多的公司的老闆其實其實當然有些時候 大家是比較著重在短期可以產生怎麼樣的利潤 那但是當我自己認知到就是說我們其實在地上就是一個管家的身分 事實上我覺得我在做事情上面的態度 事實上跟做法上面事實上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眼光可以看得更遠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你必須要看到就是說 將來即使你離開這個公司你到底要留給接下來接手的人 或者是留給所在的員工 他們到底是一個怎麼樣一個格局的公司 那大家很多時候同事會覺得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傻 就是為什麼想這麼多做這麼多事情 你有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但是因為我想我們有一個在天上的阿爸父 所以不管即使我的老闆不認為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但是你會知道到哪一天你要見到上帝的面前 你要跟他交帳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想阿爸天父是會來跟你來數算這個帳 所以幫助一個在高階經理人的身分上 幫助公司找到長遠的願景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分對不對 那等於把這個公司的一個價值或者是一個基礎的方向 給他做了一個模擬 而且奠定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是是是是說了專業之外 我知道您其實也非常擅長在行銷 還有客戶管理這方面 我相信現在對很多不同的企業 行銷跟客戶管理已經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想請教您是在這方面是如何來掌握客戶的需求 而且能夠滿足市場的一個需要呢 其實說起來還是蠻簡單的 我覺得就是當然做起來其實是要費些功夫 但是我想起一個原則就是說 你真的是要去了解 並且關心你的客戶跟你的消費者的一個需要 那當然更要認清楚就是說 所在這個企業本身它的定位 那才能夠找到一個差異化的一個競爭的一個優勢 所以就會在好像一堆的產品中間 這個產品就被凸顯出來了 這個就是所謂行銷上面的這個產品差異化的優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有會講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市場上 你不能夠在這個領域裡面變成是No.1的話 你就自己create一個領域 那你在這個地方變成No.1 對 那我想這塊裡面就是說在做行銷裡面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大家 我們要去發展有這樣的一個認知跟一個見識 是 那這是在行銷方面 那關於客戶管理這方面 你覺得怎麼樣 讓客戶可以跟你有更緊密的一個連結 我想過去其實大家在講客戶的時候 其實都比較像是一個商品的交易 我今天把商品賣給你 那大概是多少錢大家來交易 那我想其實這幾年我們在談的 就不單單只是一個商品的價格 商品的利益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這個商品能夠帶給消費者什麼樣的好處 或者是帶給店家什麼樣的好處 那當然這個部分上面還是不夠的 那我想這幾年我們在講所謂的一些系統性 或者是顧問式的銷售 或者是一個概念性的銷售 事實上就是告訴這些 願意上你的這個買你的產品的這些老闆們 就說我怎麼用我的商品把他 幫他打造一個附加的價值 那就像說我常常在講說 跟我的同仁在講 就是我們其實像我們現在的通路 主要其實都是在藥局的通路 那在這個通路裡面 當然大家都會想到就是處方藥 我去藥局裡面拿藥 但是我就記得一個藥師就告訴我說 事實上因為他們都是藥師 事實上他們比較缺乏營養的觀念 他可以告訴你你要用什麼藥 但是如果今天店家來問他說 我今天哪裡不舒服 我該吃什麼的時候 所以他的知識需要被提升 對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當然這就是說 我們今天賣商品給這個店家 我們不只是把商品賣給他 我甚至就是讓我們的營養師 去幫這些藥師們上課 那我想做上的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營養的資訊 讓他也能夠為他自己創造 更大的一個附加價值 我想就是他不單只是個藥局 但是他是一個營養諮詢的提供者 那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能夠創造就是說幫你的客戶創造一個更大的價值 讓他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利潤 那這就是一個彼此雙贏的一個合作的夥伴關係 所以這些店家會更喜歡跟你們合作 因為你們提供的服務不只是產品對不對 你們還有提供其他他可以獲得的一些幫助 使得他在銷售上的時候 其實他是更具有優勢的 我相信在一個經理人 一個主管的角色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其實是怎麼樣來營造你的團隊力 那我想激勵這個觀念 現在我們很多企業的管理的裡面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不曉得您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激勵你的團隊 我想激勵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大概每一個碰到的一些公司的狀況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想我過去的經驗裡面 事實上我常常用一個方式 就是每個年度開始的時候很重要 整個公司上上下下很重要的一個 Kick-off的meeting 那這個Kick-off是指就是說 其實就是把所有的團隊 其實大概就是聚在一個時間點 那我通常利用這個Kick-off meeting 能夠去做一個年度的一個政策 跟一個方向上面的溝通 是 人有點宣導 整個公司的性的方向 對 我想其實特別那時候在中國的時候 其實有些員工我可能一年見不到一次的 是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就是這些幹部上面 當一年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 必須要把一個公司的政策 真的是公司今年要往哪裡去 是 因為他們也會很關心說 請問公司要把我帶到哪裡去 那我繼續在這個公司打拼 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那所以每次到年度一開始 大家都會很緊張 就跳槽都 跳槽又會開始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年度上 就是一個擬聚的共識 那我覺得在這個Kick-off的meeting當中 我想我們除了表揚一些表現好的 通常我也會讓員工就是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就是他們過去一年度做得非常好的一些案例 比如在這個大會裡面 一起來跟大家來分享 讓他們變成一個典範 經驗的交流 對 那我覺得就是說 事實上我自己當時候也沒有想到說 一個一個Kick-off的meeting 可以帶出一個這麼大的改變 因為我的確就是從 從這個改變當中 我看到就是公司的一個共識 是在凝聚的 OK 然後也很清楚你會看到員工 他真的就是努力了這一年 他就是希望能夠在這個典禮上面 在這個大會裡面被表揚 甚至他會覺得 讓他自己有一些好的事情 我們就先到這邊 OK 所以我說那個老師講信息 一定要馬上有見證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才 馬上就你了解說 老師不是講完完的 的確 那剛才從這個 曾總經理的訪談的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他 我剛才講的幾個特質 他有沒有在他的身上 對不對 他超越自己的利益 追求別人的利益 所以呢 他的這個對象其實是藥局 他其實只要我把產品賣給你就可以 對不對 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我已經拿到你的錢了 你賣得出去賣不出去 你賣到的事情對不對 可是他發現他要給他的客戶 更高的附加價值 所以他幫他們做營養訓練 這是不是多走一里路 其實這是多走一里路 請問這多走一里路 是不是對方的利益 是對方的利益 所以我不只是追求我自己的利益 我也追求什麼 對方的利益 我在追求對方的利益的時候 請問他會不會賣得更好 他會賣得更好 他賣得更好有兩個結果 第一個我是不是賣得更好 就是啊 他賣得更好就是我賣得更好 他都賣出去他就會再來批貨 不是嗎 第二個他會不會跟我的關係 是更緊密的 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可能別的產品不提供這個服務 這就是他剛剛講的產品差異化 意思就是說 營養品白白種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這個藥局跟我訂購營養品 因為我附加一個服務 幫助他們可以在專業上面被提升 他可以賣得好 我也賣得好 他可以賣得好 他更願意買我的產品 所以兩個公司之間的這個緊密度 是不是又更加深 所以這個是他所謂的雙贏 所以這是我們所謂的有良善 超越自己的利益 你不要只追求自己利益 要追求什麼 前面的後面的附加利益 大家一起共贏 這個是 OK 有見識 他剛才有提到說 有的時候老闆都不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可是他覺得是什麼 為了要公司長遠的走下去的時候 有一個願景的規劃 還有一個他其實非常看重公司文化的凝聚 他剛才講這個激勵會 他們會表揚一些行為 那個行為就是已經把價值系統放在裡面了 如果你是用詭詐的方式行銷成功 可能不會被表揚 可是如果你的做法是使整個團隊獲益 或者是一個正確的做法的話就會被表揚 請問那個公司文化是不是就 就focus出來了 什麼是有價值的事情 所以專業有專注的態度 所以再來的時候就是可信任的 最後是什麼 其實他一路上非常被看重 你看到只是一個總經理而已 他這邊在中國 其實他都在非常大的相關的業務的裡面 是非常被看重的一個經理人 所以其實他的經驗是非常豐富 有時候其實他來聚會的時候 可能也是就是坐在那邊的一個姐妹 其實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他的理念 印著他自己不斷的用信仰來更新他的工作的理念 所以他已經有一個非常清楚的管家觀 他不但是要向公司交帳 他要向老闆交帳 他要向客戶交帳 對不對 而且他說將來會有一位什麼 有一位上帝 是要我們來交帳的 所以呢我們從這幾個眼光 就是有忠心有良善 還要有什麼 有見識 我們來思想 我們怎麼樣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好的管家 我們一點時間我們來禱告 敬拜團來幫助我們 我們用一首詩歌成為祝福 我們來禱告在神的面前 很厲害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工作的習慣 讓我們在工作的方式 我們在工作的理念上面有一個整理 讓我們真正能夠成為一個可信任可交帳的人 在人的面前也在神的面前 聖經辯 祢求800 聖經辯 聖經辰 亦祥 他們 成為2 公园 以前 聖體 聖經辯 五種 我的生命就像在这祭坛上 你被知己被你过上 你的耐力正是照顾我前向 我愿深入 我愿相互于你 成为祝福 成为祝福 我愿意献上我生命 给你满足 我愿意跟随你交付 成为祝福 我愿意献上他命 我愿意献上所有毫无保留 我愿意献上所有毫无保留 所谓 comfort zone就是你待在那里 你觉得很安全 很同温 没有什么挑战 你觉得我已经安全 我只要每天就是这样循环 你要给我挑战我也不想面对挑战 你想让我扩张我也不真的想扩张 刚才我们早上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分享说 我们在地上画圈有没有 是一个很小的圈 上帝好像说要把那个小的圈插掉 要画一个什么 更大的圈 我昨天在这边带祷告的时候 我也说我们心上有一个part 那个part就是够了 那个够了就是我只要这样而已 我不是 我还蛮知足的 我这样就够了 可是如果这是神给你的那就够了 可是如果神给你的其实是更大的 知道我的意思吗 不是那个小圈而是一个大圈 的时候就不够 懂我的意思吗 你的够了就变成只是你的comfort zone 就是你的舒适圈 我告诉你舒适圈待久了就是危险区 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别人都在往前走 这是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 我们常常讲十倍速 很多的商业模式半年就改了 半年就改了 如果你一直待在你的舒适圈的话 其实叫做不进怎么样 折退 那刚才我们讲这个舒适圈 其实有很多我们对工作的一个想法 我就考虑我自己的 我就是做这一点 我就是 你不能再挑战我什么 以我自己做思考 我又想我自己这一点事情 我都不愿意想更广的事情 那个就是 comfort zone 可是最后你会很 uncomfortable 很不舒适 因为他不再会是舒适圈 他会是变成落伍圈 所以求主帮助我 我相信今天主是要挑战我们 虽然亚伯拉罕的挑战是要到远方去 也许你的挑战不是到远方去 而是走出什么 走出舒适圈 走出同温层 走出你的小圈圈 走出你的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首诗歌是非常挑战 就是你要朝着上帝对你的计划而行 他其实是充满挑战的 他是一个跨越 他是一个突破 他是一个承担 求神帮助我们在 我们在唱第二遍的时候 求神来更新我们 有一个跨越的能力 舒适的地方 就是舒适圈 你要挑战我 虽然这个挑战是不容易的 虽然这个挑战真的是充满挑战 虽然这个挑战真的是充满挑战 虽然可是帮助我 愿意从小圈圈走出来 走进你对我的呼召 走进你对我的命定 预备自己带下更大的祝福 阿雷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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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超乎我想象 我愿神父 我愿相互与你 我愿相互与你 成为主 我愿意卸上我身体 我愿意跟随你交付 成为祝福 我要一生送在你 我愿意写上所有 毫无保留 让祂的意义 我愿意写不得不 在雅各为祂的儿子 祝福的经文里面 有一段讲到以撒加这个支派 他说以撒加是一只强壮的驴 却安居在羊圈 以至于成为低尖福苦的仆人 大家了不了解这个经文在说什么 以撒加是强壮的驴 他应该有驴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不想做一只驴 所以他躲在哪里 他躲在羊圈 因为羊圈羊都是咩咩咩 吃草而已 驴要走远路 驴要负重 驴要脱墨 所以他不愿意做驴 所以他躲到羊圈里面 安居羊圈 可是坦白讲驴比羊高 知道意思吗 其实驴住在羊圈是很 是很 就是很难受的 可是他不要去承担责任 他宁可安居羊圈 结果成为低尖福苦的仆人 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跟我说 为什么 其实是一个传道人 他说他的学弟都暗默了 为什么他还没有暗默 我为他祷告这个经文就出来了 不好意思 包括传道人都会这样 我就跟他说 因为你没有承担你应该承担 你躲在羊圈里面 最后 你后面的人都 已经超越你了 你还停留在原地 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制度的问题 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 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为一个人 祷告的时候 那个经文整个跳出来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这个问题 你本来是有能力的 可是你为了那个 comfort zone 你会觉得 这样就好 很舒服 你不要挑战 你就在羊圈里面吧 然后住的其实也不是很舒服 为什么 因为你的后背 一个一个怎么样 超越你而去 到最后 你ender在你的 学弟的下面都有可能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情况 神给我们才干 我们要不要把它埋在地里面 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你才干要发挥 要不要有挑战 就有挑战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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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挑战就有 就有风险 有没有 你踏出去那一步 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可是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一个人是躲在羊圈里面的里 我们继续 我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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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清楚让我们知道 我们受造 都有一个托福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托福 主啊 还是这几年 在职场里面 到最后他们说 我的口谈 叫做影响力极大化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主啊 好像这个会成为一个 很强的吹逼 主啊 其实你在每一个弟兄姐妹 生命中 所要做的都是 影响力极大化 主啊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额度 将来交账的时候 你究竟应该产生 多大的影响力 在这个世代 其实主都有一个额度 他会照着他的 那个额度来 向你问账 好像一千 两千 五千 主给的那一个 才干 主给的那个机会 主给的那个挑战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是一个勇于 迎见挑战的人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主啊 让我们在人的面前 在你的面前 主啊 都是有忠心的 有良善的 有见识的 主啊 以至于 人托付给我们的 我们使命必大 主啊 而且愿意多走一里 主啊 追求的是多赢的局面 打下基础 主啊 让我们离开那个职位的时候 是 主啊 这个位置已经做到最好的一个位置 造福我们整个职场的环境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们 因为不只向人要交诈 主啊 它会影响我们前面 继续被托付的可能性 甚至有一天 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向你交诈 主啊 谢谢你帮助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进入 有见识的管家 有忠心的管家 主啊 有良善的管家 主啊 所求于管家的 我们都能够满足 这个职份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很深的 要封存在我们里面 我们都很想是 这个坐手不坐尾 居上不居下 但愿神的灵在这祝蓬节 这最大之日 弟兄姐妹 每一样工作 都在扩张我们的生命 都在扩张你对每件事情的 见识 智慧 十字架最大是 把我这个记定死 所以包括你带着十字架 进到职场 如果是以自己为中心 很困难 这是我三十多年 在神面前侍奉 我看着我很多 学弟也好 学长也好 恩赐都比我强 但真的很难被用 我今天 我想延续这个信息 让生命扩张我们 扩张不是你想着自己是什么 你只要想着自己的难处 你根本一点力气勇敢都没有办法跨出去 将近十三年前 从台北被拆拍下来 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 混乱的环境 神在这环境训练我 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接受 今天末了 我只恳求大家 在祝蓬节最大之日 你领受圣灵给你的热情 勇敢 神的良善 请问神的良善是什么 是以他自己吗 神的良善是非常不方便的 因为他需要将他最爱的爱子耶稣 赐给我们 是他会痛的 所以我们举起手我们来祷告 我很渴望弟兄姐妹 在职场都成为有影响力 我们不能再以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想法 求神给我们智慧 我进到领良堂 我就开始学习 怎样做一个领袖的眼光 你真的要有领袖的眼光 求神给你领袖 不是自己方便的眼光 是领袖很麻烦的 是要多走一里路的 是要比较多扛一份责任的 我们同生来祷告 阿爸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要今天我们向你恳求 主要让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 主要我们向你求雨求水的时候 主要求生命扩张的时候 圣灵我求助圣灵的火焚烧 主要是以耶稣为中心 主要以基督的心为中心 不在意自己能做什么 主要我们都渴望在职场 主要我们能够有热情能够扩张 主要我们的业务有所彰显 但主要是以基督为中心 基督以耶稣的心为心 主要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在这祝彭节最大之日 向你求在未来一年十年 主要给我们思维 主要求你生灵今天早上 跟我们不一样的想法 不一样的思维 不一样的思考点 主要有智慧有见识 主要从你那里而得 我的主我求你灵的命 谢谢耶稣 兄姊妹在这五七八零年 神要带你走出你的私事圈 祂要扩张你的影响力 加大神在你身上 让神要祝福你 但是你要走出你的舒适圈 我们在常常生活 希望你有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就是在你现在原来的位置 不要再站在你原来的位置 走出 走出 我觉得神对耶稣也是 到了 我觉得我们到了新的场地 我看每一个人 你的声量影响力 都扩张你倍以上 但是你要愿意承担 不然都是别人后辈都上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吗 我觉得我们来到前面 跟随我们的主 跟随我们的主 可以走出你的世界来到前面 我们求主来我们祷告求神 在5780年 神啊我乐意承担 我跟随耶稣基督 神的恩典要临到我的身上 不知我可以做什么 是神来帮助我 我们就可以走到前面 你太冷地 我熟识的地方 心中会软弱 双脚会战斗 让你自我 好不好 你可以走 前面可以更贴近一点 更贴近一点 我的神称 天下天天下天天下 预备自己陪你过上 预备自己陪你过上 我们可以拥挤 没有关系 拥挤一点到前面 你的带领 总是逃不我想象 我愿胜负 我愿相互与祢 举起我们手 成为祝福 我愿意献上我身体 后面空海同工可以不到前面 后面所有的同工 外面的同工都到前面来 后面外面里面所有的都到前面来 让我们在心心里面往前走 跨出来 不要在原地踏步 我愿意献上我爱得苦 我的祷告里面 会觉得有的人的生命是被抱怨卡住了 无论过去你的处境是什么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其实抱怨是在我们的生命中 会变成一个很深的残累 如果你是活在抱怨的里面 看起来外面是很温顺 可是里面有隐藏的抱怨 有不为人知的抱怨 有好像有的时候出现 有的时候隐藏 那个不满 对别人不满 对自己不满 对环境不满 被待遇不满 主要求你今天做一个 副成的工作 把这些多余的 肿瘤 多余的息肉 多余的会 吸取我们生命养分的这些东西 为我们剪除 为我们剪除 这些抱怨会成为难住 这些抱怨会成为 没有办法扩张的限制 抱怨会让以色列人在旷野 没有办法出来 抱怨会让以色列人再逛野 把我们从抱怨里面释放出来 把那个山的那个 B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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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再花任何生命的力量 Banda 来做这无谓的残累我们生命的工作 Aleluia Banda 释放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灵 Banda 有一个Banda Banda 乐意的灵 Banda 有一个Banda 主动的灵 Banda 有一个Banda 好像愿意多走一里路的灵 Banda Aleol Aleol 有一个勇于面对挑战的灵 Aleol Aleol Awe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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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乐意的灵 有一个甘心乐意的灵 当你多走一里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境界不同了 你多走一里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眼光不同了 你多走一里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机会之门就在第二里路那边 当你在第一里路的里面在等机会的时候 你是等不到机会的 因为神把机会之门开在第二里路那边 如果你灰心 你沮丧 你挫败 主加你力量 主加在祝蓬节的最后一天 主加你是更新我们的主 主加在我们生命中间涌流出一个新的能力 主加一个新的盼望 主加一个新的推动 主加支持我们走第二里路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神所预备的机会之门 等在那里 主加主也在那里等候你 主加将那个爸爸训练小孩子走路说 来再多走一步 来再多走一步 哎呀好棒棒 你又多走了一步 主啊你就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 主啊在吸引我们 主啊在陪伴我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 我们愿意在这个日子 主啊成为继续前进的一个族群 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走出舒适圈 主啊我们走出抱怨圈 主啊我们走出那个自化地自现的圈子 主啊让我们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领域 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人因为过去的挫败 以至于你灰心丧胆 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跨出舒适圈 我们不敢跨出小圈圈 我们不敢走第二里路 是因为过去有过挫败的经验 那个挫败的经验成了一个压制 那个挫败的经验成了一个退缩 那个挫败的经验成了一个躲藏 那个挫败的经验 主啊让你不敢再一次振翅高飞 这样的主我求你今天来做恢复的工作 若是在我弟兄姊妹的生命过程中间 有过一个挫败 一个很重要的挫败 重大的挫败 主啊以至于我们退缩 主啊以至于我们隐藏 主啊以至于我们不敢勇往向前 今天就要求你把这个挫败 造成的一个挫伤 从我们的生命中间完全的断开 这个挟制完全的断开 你不再是折翼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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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的恩典神的恢复里面 你的翅膀已经长好了 好像那只鸟曾经摔下来 那只鸟曾经断过翅膀 它好像不相信它还可以再一次正式高飞 它一直看着自己那个曾经折断过的翅膀 它在想我一定没有办法再飞翔 亲爱弟兄姐妹 主已经医治你 那只鸟它的翅膀已经长好了 只是它不敢飞 主要指示它不相信自己可以飞 主要求你今天做这修复的工作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看见 你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做医治和恢复的工作 我们主可再一次展翅膀飞 我们的翅膀已经恢复了力量 主今天把那挫败的痛苦 挫败的胆怯 哦主要挫败的自我线缩 完全从我们的身上断开那个锁链 断开那个锁链 断开那个锁链 解开那个崩带 哦主要你已经长好了 你不需要再带着那个崩带 啊那个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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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个崩带 哦主要好像你还在创伤的里面 哦主要其实创伤已经找好了 你要有勇气把那个崩带拿掉 为什么 因为你的翅膀已经恢复了 你的翅膀已经恢复了 哦主要你是一个可以展翅膀飞的 哦主要抓抓抓抓鸟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那过往的挫败 主已经那一个羞辱 主要你已经完全从我们的身上除去 主我们谢谢你 谢谢主 谢谢主 是你的感动交通 引导与安慰 加钱力量恩赐与能力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巴巴巴巴巴巴掌声给你一声 哈利路亚 祝你旁边说今天不再一样了 阿们 祝你旁边说你扩张了 我愿意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